我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富裕 我爸爸是做的房地产 妈妈是开服装厂 然后爷爷奶奶上面都是做经商 小时候家里人总是和我开玩笑的说我是富六代 我做主播不是为了赚钱 最主要的是为了改变我的性格 学的形象设计和面目美学 修服装饰 刚开始做直播一个月只挣了16块钱 然后就会哭 觉得挣钱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又要节约钱 一些商家也会找我去推广一些他们家的产品 并且答应给我七八千块钱 但是我使用完觉得产品质量还是很差 还是拒绝的 让爸爸觉得是不让我做主播 温州都普遍表重男轻女 觉得我女孩子就早点嫁人 现在直播事业有了一点起色 已经到五位数了 就会开始支持我做这个事 我也通过这个行业证明自己 我记得一次